大家好,欢迎收看《信网大行观世》 我们今天请来东亚联峰事务总监,李汉杰,Alex 和我们谈谈内地股市的表现,Alex你好 你好 三中全会过后,外地资金再度流入本港A股的ETF和中资股 预期资金流入的趋势能否持续至年底? 在三中全会之后几个星期,中资股普遍都向上升,很明显 在过去这个星期就比较向平稳 明显地在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无论深度或宽度 都令市场有个气串望外向上的情况 而实际上,这个改革方案都是朝着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 希望可以将长线的经济增长的potential 再向上修定 另外,希望将现时面对中资股或中国的经济 宽观或结构性的风险感到最低 这些因素都会令中资股向前往都比较正面 至于资金会否继续流入中资股 或者再基础去看,究竟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会否继续持续下去呢? 在短期之内,要看回投资者会否相信中国的凌续层 可以成功地去执行这些改革呢? 尤其是在里面,看到一些改革 会对中资的国企股相对比较不利 因为其中一些改革方案 希望在引入多些市场竞争的情况下 会否对中资的国营企业比较不利 这件事是对投资者比较重要的因素去考虑 如何看待年底至明年初 A股和H股的表现?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相信是中资股去跑赢的升级市场股票 这个看法是没有变得的 之前所说的,有个别的升级市场 例如巴西、俄罗斯、印度 都在面对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这些国家也看到结构性的改革的情况出现 甚至有个别国家 现在仍然是在一个 coron account 即经常涨的赤字 以及政府财政的赤字的情况下 表现比较差 这些情况在中国来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 当然新生存会的改革 再加上经济开始已经是复苏 势头已经是不变 问题是在未来这段时间 会否扭转过去这三年 中资股跑输给成熟市场 这个情况 如果看回在IMF 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过年时间不断将环球经济的增长 向下调 现在大概有3.5%至4% 在下年相信会再下调 现在下调到3%至3.5% 但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 的预测 特别人看来是7%至7.5% 也有机会向上调到7.5%至7.8% 而在之前也说过 中资股现在是 相对成熟市场 甚至是新市场都有一个很大的折扬 即是说 其实未来这段时间中国的股市 去跑赢成熟市场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去跑赢成熟市场 这个机会也是不断上升的 多谢Alex的分析 我们下星期再和大家分析投资趋势 我们下期再见